那我一个月零花钱你给多钱呢 比如说一个月零花钱给多钱 你这我没听明白零花钱 大妈相亲开口就要零花钱 但是结局可真是让人没想到 今天来我们节目组相亲的是杨大连 68岁丧 每月退休金3000块 住房115平 大爷这人特别的优秀 他不仅是大学生 还设计过矿井口 工作时也非常勤奋 那你到杨小公里矿的时候 你是那个啥车 什么事就客了 后来退了休 大爷就带着老伴到处旅游 让人没想到的是 老伴被一个旅游的投资相互给骗了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互联网机资 现在这属于都属于 干啥了不合法那个黑帮机 他就组的这些旅游都免费的 他咱们买的那个啥的 就是高利息那个 你具体说的那些娘的 那开始他就带我们这些 出去旅游上 花多少钱 二十多 两人省吃碱用伞下的二十半存款 就这样没了 钱没了以后 老伴着急上火气出了病 后来老伴是因为就是脑出血吧 有些就是汇片之后啊 因为着急上火 种种原因啥都有了 这地人就来了 什么糖尿病啊 什么冠心病啊 什么血啊 高啊 就那都都来了 前老伴的闹出去后 大爷就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他 直到前几年 大爷的前老伴还是去世了 这几年 家里只有大爷一个人 大爷就觉得实在是孤单 于是便想着再找个老伴过日子 那么大爷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就是年龄就是59到62三岁呢 可爱一点的呢 就只有小鸟一人那儿的 因为这小鸟一人 她能干啥呢 你太强势了 女人不行 我太太能把 听到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魏大妈 大妈今年62岁离异 每个月退休金2000块 有两套住房 这个大妈可不得了 非常有毅力 练了十多年的瑜伽 除了喜欢瑜伽之外 大妈还报名了老年大学 听听大妈的这些爱好 怎么感觉是女强人类型的呢 这个大妈能满足大爷的要求吗 人家大爷可是想要个小鸟一人 可爱类型的 红娘决定先安排两人见个面 两人刚一见面 大爷就对大妈的第一眼人很好 不错 感觉还行丑 就挺碎眼 就碎眼 大爷这边啥都挺满意 可大妈这边却跟大爷完全相反 这家伙 大妈嫌弃的面部表情都控制不住了 不过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改变 修剪修剪 鼻毛多刷刷牙就成了 大爷为了迎接大妈 特地买了个大西瓜 可在准备的时候 大爷有些不乐意了 因为你看早上说你 他应该是干啥的 我没有事 过去帮我忙忙什么的 我千万大哥 你千万短我脸 多好 所以说成不成不说 不说服装不随脸就好 大开始第一步就交配合默契 就好像没有那默契的感觉 刚前面处理他 这不是很好一个机会吗 就因为这个问题 两人坐下后落得并不愉快 现在自己做吧 哎呀 这个做也是对我啊 就跟你说新年话 包饺子也会包的 就包不好 包食饺子散得了 红娘看到两人气氛不咋活跃 于是便主动提起 让两人合唱一首歌 好地方来好风光 好地方来好风光 处处都牛羊 天地是牛羊 歌也唱完了 两人并没擦出什么火花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两人差点当场赞起家来 大爷找老伴就想过二人世界 出门手拉扯 时时刻刻的粘在一起 但是大妈太忙了 除了这些爱好之外 大妈还在上老年大学 总不能为了跟大爷在一起退学吧 大妈相亲开口就要零花钱 但是结局可真是让人没想到 大爷找老伴 就想二十四小时粘在一起 和大妈却非常的忙碌 听到大妈平常的日程安排后 大爷不留意了 你这找老伴跟没找老伴可没啥区别 你把我放在何处 大爷也是赶忙说起了 自己向往的生活 就一前二十四小时 最好的心情不离 两人出去逛公园 去逛公园 一起逛公园 出去买菜 他一起买菜 就回来做饭 就是出一双双 回来双双 就这个是他呆现 大爷也是当场跟大妈 表达了自己的向往 大妈听到大爷的话 表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要是放弃自己的爱好 那跟嫌有啥区别了 你一个余计啊 你一个上老大学的时候 占多长的空间 占多长的时间 找伴儿找伴儿 那就是一天 你看我看原来不晚那天 我天天看 我就不瞒你说 眼睛找这个晚上咱脸 说脸儿就二十四小时 的心情不离 人家这个我做不到 脸儿共同出一个哈 共同的哈 真的 那我那个做不到 我还没有这件事 我变成了 我老太子了 天天黑了好 要我命一样 于是两人的相亲 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大爷自己看电视 自己看上了一个大妈 那就是眼前的这位王大妈 大妈61岁丧偶 退休金两千块 住房只有三十平 为了见心中女神 大爷决定给大妈买点水果 挑了饲养都不够 见到自己的梦中情人 大爷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看着有点 有点像心中的感觉 我看着 而大妈也觉得 真老头不错 老头一坐下 就一直不住 那可躁动的心 当着所有人的面 开始了疯狂的夸赞 大妈听了这话都害羞了 我咋不知道我啥时候这么好了呢 大爷大哥们 你们都来学学啊 嘴甜 这招不管对方多大年龄都好使 大爷一看 两人的气氛还不错 于是又跟大妈开起了玩笑 那我要皮肤好怎么办呢 那你皮肤好 你皮肤好就讲究了 你看你看这话说 哎呦你妈 那我就有皮肤 从边发 从地发 我也不从哪里喝 多么多违心了你 多么多违心了你 那又是啥呢 就成了嘛 就重新开始 对 要去把胡一块的事吧 对 给他吃 对 收过这个能源 对 给能源收过去 从新开始 重新生活 听到这话 大妈开心的不得了 表示不愧是个有文化的老头 大爷说 前半辈子已经都过去了 现在都不提文化不文化的 现在两人就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成 总之 大爷跟大妈两人闹得非常开心 结果接下来大妈的一个要求 让大爷直呼受不了 那么我们的大爷究竟说了点啥呢 公司三千 三千 我一个月零号钱 你给多钱呢 比如说一个月零号钱 给多钱 你在我回那天 你跟这句话杀 大妈的一句话 大爷都听猛了 相亲就相亲 怎么还提前的 提前可上感情啊 你还是我心目中的 那个小甜甜嘛 这时候大妈也解释了 我说这话 你可别多想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刚才说那句话 是多心的 就那个 钱零号钱的事 那多心 我就说那意思 比如说我要喜欢的东西 买的啥 我就说那意思 别的意思都没有 你是这意思 你是这意思 对你也不忘心理 听到大妈的解释 大爷放下了心 这点问题还需要你张嘴 我不光会给你买东西 还会给你买好的 不光给你买好的 还给你买一大堆 让你天天最烦恼的事 就是挑选衣服 经过这个小巫会后 两人的相亲气氛更加融下了 恢复感情的两人 开始畅想起未来的生活 你就俩人呆起 不是出去拨好 对 出散了 散布 散布 丢丢丢丢丢丢丢的 手拉手 拦擦 哎 越来跳舞呢 我对你跳舞 我这说话特别手臂 嗯 我不跟其他老爷跳 我跟你跳 我不跟老老爷跳 大爷说了 我跳舞只跟你跳 心里满满都是你 咱两人可不能分开 必须24小时年在一起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你这小傲娇呀 咋跟十多岁的小朋友一样呢 两人聊的那是越来越好 甚至当场相约要去小公园约会 这天后就成朋友了 马上就带记一步就成啥了 夫妻的 夫妻的 夫妻还这么说的啊 这句夫妻可把大爷开心坏了 感觉良好 非常好 哎 这个女儿我们俩还行 挺客气的 配合度 结合度 跳完舞的大妈 也对这个老头非常满意 感觉两人在一起后 肯定会非常幸福 两人的进展真是神速啊 给你两定在公园相亲多好啊 在小公园定下终身时 大爷邀请大妈去自己家看看 这以后可是我们两个都爱潮了 进门以后的第一件事 大爷又去切西瓜了 要说大妈也是个好女人 主动拿起西瓜去厨房切了 这个行为让大爷满意的不行 这才是对的人 看他这个女人多懂事啊 要说老头这开玩笑似的真话 还真让人听得不爽 不过两人一起在厨房 忙碌的身影可真好啊 大爷大妈两人 也是好多年没有感受过 这种家的感觉了 大爷更是一分一秒都不想等了 你今天就留下吧 我们先是婚 两人的相亲就这样结束了 喜欢北方中老年相亲的 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 这种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